我就跟我妈说 你这辈子盼着来了儿子 可是儿子来了以后 他有很多的压力 所以我就说养老送中这个活 我包了 我带着我妈在外面走了一个多月了 我跟她说 我说你拄着拐棍 咱们腿有点瘸不怕 你只要有最好的精气神 你敢跟我走 我就敢在你养老之路上 我让你的幸福指数高高的 我走四方 领着你去吃八方 嫌疑装饰没对线诺言 让母亲白犯人送黑犯人 无论生活怎样 我们都要协会温乡 活成自己 想活的样子 活成太阳 活成那一束光 照亮我们自己 谁的乐意 加油 嗨 朋友们大家好 在我们人生啊 骗老的路上呢 我们要拭待自己 糊涂一点 不较真 小小一点 不委屈 大度一点 不生气 过轻松的人生 和喜欢的人 一起做最好的自己 重男轻女的思想吧 你刚才说 不想让妈妈受欺负 其实小的时候 你们也是可能 因为受重男轻女的 思想的影响 也经常被人欺负 对 就是说她生了一堆 丫头骗子 就说她没本事 没文化 你说你是不是没文化 他说是 你是不是没本事 他说是 你说你是不是生一堆臭鸭的骗子 没出息 一个都没有用 是 就这样 所以她太老实了 永远就是看她 有时候悄悄地哭哭 掉眼泪 那时候也很无助 你顶多去帮她擦擦眼泪 或者就默默地看着她 那个全过程 然后就一直心里想 我一定要让她活的 她妈这些年 一直住在余月仙家里 余月仙是个孝顺的女儿 中系毕业后发展得不好 经常无戏可拍 和老公张学松 在北京租房居住 为了节省房租 搬家九次 余月仙从小家境贫寒 家里还有一个患脊椎病的弟弟 余月仙只要赚钱 就带着弟弟看病 老公也无怨无悔地支持她 因为带弟弟四处看病 余月仙一直没要孩子 弟弟的病治好了 余月仙又给弟弟买房买车 张罗哲帮弟弟结婚 目前弟弟儿女双全很幸福 余月仙能有今天 最应该感谢赵本山 最困难的时候 赵本山老婆给她打电话 妹妹 我让你姐夫给你安排角色了 你来试镜吧 于是余月仙出演了电视剧 《乡村爱情故事》中的谢大角 这个角色 成为了经典 正因为这部戏 余月仙摆脱了贫困 存款达到了七位数 弟弟的一切都由她安排 老母亲也跟着过上了好日子 余月仙自己也买了一套豪宅 母亲常年和她在一起生活 余月仙有时候去外地拍戏 老公就承担起了 照顾八十多岁岳母的责任 有的时候 余月仙会带着母亲 让老人家旅游散心 如今 余月仙不幸因车祸离世 谁也不敢告诉余妈妈 想想看 八十岁的老母亲知道女儿 离世后会有多痛苦 又生了老三 都是妹妹 然后都是女孩 结果好不容易生了个儿子 我爸还给她起个名叫户口本 你想看她在我们家里多重要 结果没想到 她的名字叫户口本 她叫户口本 就特别的 全家人又欢喜 又喜悦 又庆祝这件事 但是没想到 就短短的八年 到我弟弟八岁的一年 就突然脊椎骨 就开始弯曲 发生了变化 她原来不是先天的 不是 原来就特别的好 就也特别阳光 也爱说爱笑 还爱讲故事 就突然从八岁开始之后 然后她的语言就没有了 不爱说话了 然后你也看不到她的笑容了 经常会躲在我们的身后 就像一个小可怜一样 她慢慢地就把自己封锁起来 关闭起来 那她的脊椎就越来越弯 越来越弯 当她弯到18岁的时候 就已经到174了 然后每天走路 因为她又瘦 这个胯骨和她的这个肋条 就因为绝来越弯 连在一起了 每天走路就全是磨得血糊淋拉的 血肉模糊 然后她就每天 把小手就拖着走路 帮你去逛逛 今天我带着我老妈 继续来到了咱们江西陆远的黄岭 没吃过好吃的 没出来旅游过 咱都补上 这就是补课 加油 谢谢我姑娘 还客气着 我妈76 您等到 我71 看着年轻 赶紧别妈妈看着年轻 这种 不怕了吧 不怕 撑撑慢点 我呢 是 我妈妈有四个孩子 我少大 然后老二老三都是妹妹 最小的老四是弟弟 我姓的是 我弟弟从八岁开始残疾 十八岁从生死现场回来 那我的父亲呢 也是我亲子送走了他 而且就在我的手心里 所以我就跟我妈说 你这辈子盼着来了儿子 可是儿子来了以后 他有很多的压力 所以我就说 养老送中这个活 我包了 我带着我妈在外面 走了一个多月了 我跟她说 我说你拄着拐棍 咱们腿有点瘸 不怕 你只要有最好的精气神 你敢跟我走 我就敢在你养老之路上 我让你的幸福指数高高的 我走四方 领着你去吃八方 你活牙了 我拿着剪子 随处给我妈嚼 嚼碎了 我说咱们吃不到嘴里 咬不动的 单独给你嚼 所以我们就这么一路走来 走到现在 这是你对我们这个 形成一个最好的一个 点滴的记录 妈 来妈 盖着 这是刚刚你热了以后 我给你 系了这个扣 被瞬间给捕捉到 现在我是我妈闺女 但是现在我妈老了以后 我倒觉得她送我闺女 哎呀真好 特别漂亮老妈 非常好看 美美的 走起来 气质 哎好看好看 哎呀这谁也这么好看 原来是我妈 好美呀 哎呀妈 不同的年龄段 咱们就要战畅不同的美 健康快乐 啊 好 对自己摆造型 慢慢的转身亮相 这个海滩老年摩托步走起来啊 好 非常美 今天就作为自己 嗨 我们来了 我妈梦想的儿海 心心念念的儿海啊 我们终于来了 我妈也是超开心的啊 来看看我们身后就是儿海 大家看一下 超开心 超开心 好漂亮 特别好看的儿海啊 不光是儿海漂亮 我觉得我妈更漂亮 我妈一共生了我们 姐弟四个人 但是我们四个 都没长过我们的长家 都没我爸我妈好看 大家看 我妈是不是很好看 76了 这颜值 老妈 谢谢大家给的祝福 感谢大家 别看我妈主拐棍 但是我妈还爱走摩托步 走起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 我啊 我的爹妈呀 给他们的生活改善一下 然后等到父母的生活改善差不多 说哎呀 怎么样我的兄弟姐妹们 看看怎么能够略微的帮衬一下 大家一起成长起来 一起往前好 过好日子 就这么着 然后慢慢的一转眼 然后就 就这么大了 就忽略了自己的生活 因为我从小呢 就看着我的爸妈 然后就是很 含辛茹苦的带着我们 特别不容易 所以就老想 我跟我妈一直讲 我说妈 我的能力虽然有限 但是我一定要尽我的所能 我让你到老年 你的幸福指数越来越高 这妈听到这句话得多开心呢 我妈很高兴 所以很小 你的脑子里就会有特别励志的想法 就是一定要努力 让自己变得强大 让自己的生活变好 对朋友 对我的家人 那你是兄弟姐妹几个呀 我们家四个 我是最大 老大大姐 对 最小的是弟弟 弟弟 对 你家这弟弟宝贝哥的 我弟弟一出生 我们家里就直接管他叫户口本 为什么呢 男孩儿了 然后我们都被称为没用的东西 老大玩儿算计是没用的东西 泼出去的水 现在我们在跟他说 那个户口本 他自己都不好意思 但他的权力 他依然在行驶着 从来没有间断过 你比如我考大学 我考出来了 他就说 大姐 你已经去北京山大学了 家门钥匙你用不着了 请留下 哇 户口本你厉害呀你 等到我大妹妹出嫁的时候 他就说 你是人家人了 要是留家里 你是家出去了 我觉得你们家特别欢乐啊 太逗了 我们就 又从北京一路 把我爸爸护送回到我的老家 那个瞬间我的心 我已经哭不出来了 因为还有我妈在身边 我们就在想 我妈这瞬间怎么样 如果我们哭了 她会怎么样 我们要保护好她 保护好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过程都要亲自去操办 亲自去张罗 去跑前跑后 所以那个时候顾不上苦 满脑子都在想 我的程序怎么样 我下一步怎么样 这块怎么样 那块怎么样 然后每个人怎么样 老家那边怎么样 所有的一切环节和对接怎么样 然后我们拉不走 这个人怎么办 所有的一切都在想 都是在进行当中 相当于还是我爸爸拉回去了 那个瞬间我就在想 其实大家快快乐乐地来接我吧 机门打开那一瞬间 我想对我父亲来说 可能他用什么方式跟大家见面 对他来说可能不重要了 他的心就是想回家 所以我就为了 完成我爸爸的心境 我就一路争分夺秒的 也是把他给 把他护送回家 让他 在最好的时机 入土为安 挺好 然后家族所有的人都觉得 我们家女儿多 弟弟太小 身体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很多人会觉得 这么大一个事 我们是撑不住的 但通过这件事情 我们也证实了说 我爸生女儿是有用的 在他最关键的时候 我们都能靠 谁是我的新郎 别再让我冲上希望 别再让我天才想 谁是我的新郎 我的新郎 谁是我的新郎 我的新郎 啊 不要生的光环 只要你的银帆 我现在还穿上的一个家庭的 防水的 防暖的 都穿上去 小姑娘 穿上去 那边的包饭 我就被 产生的一个塑料人 所以他也穿了去 一层一层 啊 谢谢 那小姑娘 谁要人 想得多认真 感谢感谢 在心最终人情 遗憾 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在往前扛 每个人要往前冲一下 所以从小 你的脑子里就会有特别励志的想法 就是一定要努力 让自己变得强大 让自己的生活变好 对 我怕我妈她们受太多的欺负我 因为她们生女儿生的多嘛 家庭地位啊 也不高 所以我就觉得 不能让我妈的几娘骨玩下来 不能让别人扯她 其实说到这里 特别说一点 就是因为月仙姐姐家里呢 是可能传统观念 非常深重的家里 当时是 父亲 包括 父亲的家里人 是有重男轻女的思想的 你刚才说不想让妈妈受欺负 其实小的时候 你们也是可能 因为受重男轻女的思想的影响 也经常被人欺负 对 就是说她生了一堆丫头骗子 就说她没本事 没文化 你说你是不是没文化 她说是 你是不是没本事 她说是 说你是不是生一堆臭丫头骗子 一出去 一个都没有用 我妈说是 就这样 所以她太老实了 永远就是看她 有时候悄悄地哭哭 掉眼泪 那时候也很无助 你顶多去帮她擦擦眼泪 或者就默默地看着她 那个全过程 然后就一直心里想 我一定要让她活的 包括 你的小时候 好像父亲对你们也是有很重的重男轻女的思想 对 因为可能是从家族里面就有 然后家里边的其他的叔叔 大爷 每家都生儿子 我家一串生了三个姑娘 2月13日 谢大教与月仙遗体告别仪式举行 虽然家人说要从前举办 但仍有众多群众聚集为其送行 而从网友曝光的视频来看 与月仙家人的情绪都很激动 悲伤过度 甚至需要人搀户才能行走 据悉赵本山和女儿们并没有到场 只要她的夫人玛丽娟出席 流泪不止 今天正是演员余月仙的遗体告别仪式 在甘肃举行 不少亲朋好友都前往参加 并且还有玛丽娟代表赵本山老师 出席参加了出殡仪式 玛丽娟老师在现场不断地擦眼泪 据悉玛丽娟和余月仙关系非常要好 想必她内心应该十分难受 另外还有不少视频自发出来送物碟 并且自发的群众也是越来越多 可见余月仙还是有超强的群众基础的 不管怎么样 适者也是 希望亲朋好友能够前往顺便 余月仙老师一路走好